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十面 几三 称不受悔戒 那么若诸菩萨 掌养如是种类混缠 那么一个菩萨呢 他平常呢 对于称心的烦恼呢 是受受现行不休对治 那么经常去放纵自己的 身口意的称惠 那么由是因缘 因为他经常放纵的关系呢 他就出现了这种身口意 三叶的称惠 先看口叶的称惠 不为花起出缘便习 那么他就会发动这种 出恶的言识 来谩骂对方 口叶 由奋毙不加一手足 筷石刀杖锤打伤害 損脑友情 这个是属于深夜的称惠 那么因为称惠心啊 遮蔽自己的菩提心啊 所以他采取用手啊 或者是脚啊 来伤害对方 或者是用石块刀杖锤打伤害去损扰友情众神 这个是指的是深夜的称惠 那么第三个是异业 内怀猛烈混恨意乐 内心当中很强烈坚固的称惺 那么他经常是有这样的身口意的这种称惺啊 有所伪患 这个是指的是外在的禁言献权 那么众生对他呢 有所违背或者是轻患 众生所做的事情啊 不能满足他的心意 那么他来见谢 这个众生做了这个违背侵犯的事以后呢 众生已经如理如法的向他来谢罪悔过 那么这个菩萨呢 他呢不受不忍不舍烟解 他不能够去接受对方的忏悔 也不能去随顺对方的忏悔 那么内心当中呢 他不愿意去放弃他内心的称心的相训 他内心的称心啊 他愿意让这个称心啊 继续的相训的活动下去 那么这样子这个菩萨呢 就犯到的第三他身处法 这个菩萨的菩提心啊 就深深的被他的称心所破坏 第三他身处法 那么在这个 我们先讲这个称心的过失 再讲对峙的方法 这个在大乘决定品尼经上说 一个菩萨呢 以贪心来幻戒啊 这个是清戒 因为你这个贪心啊 幻戒当然对菩提心有伤害 但是这个伤害还不是非常重 所以叫做清戒 但是以称心来幻戒 世民重戒 何以故 以断治他善根故 那么你这个一个菩萨呢 你动不动就起称心啊 你要使令众生不敢亲戚你 那么这样子就失去你 度化众生的大悲 这个大悲心失掉就没有菩提心了 我们一个人会发脾气啊 有两种人会发脾气 第一种人是放逸的人 他在有事没事就发脾气了 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人生命也没什么目标的了 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那么第二种人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了 第二种人就是 这种个性特别清高啊 他做什么事 有他的言则长法的 那么这种人多数贪因心淡泊 这名利 但是言则太多了 别人有时候就容易触脑到他 他就发脾气了 那怎么办呢 当然诸法音言生 诸法音言灭 这个称心是一言所生啊 也可以假借还灭的音言来对峙的 那么偶一大师他对于这个称心啊 他开出两个法门 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思维啊 就是 随眼消旧业更莫造信仰 就是从业果上来思维啊 就是说呢 生命就像一个水流 它是一个流动性的 那么这当中的生命的每一个点呢 都记住的传承性跟开创性 那么我们现前的生命 对望的 我们看到过去 我们今生是在承受过去的果报 就是你这个前面的水流是搞脏的 现在当然是脏的了 所以 我们今 现在的生命啊 一方面传承过去的业 如果是上业起现行 那你当然就是安乐 如果是追业起现行 你就觉得这段时间就处处不如意 万般皆是业 半点不由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的每一个生命 又记住开创性 不但是传承 我们面对这个苦乐的果报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又会决定我未来的果报 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 它本身对望过去是一个果报 对望的未来生命 它又是一个新的因地 我过去在佛学院做执事 带了一批新生 当中呢 有一个机事 来佛学院 读佛学院 当然一个机事 刚刚来到佛学院 心思出众 很难免的 他就做香灯 做香灯的时候呢 就把大殿里一个香炉 一个大理石做的 一个辟绿色的 很漂亮的香炉 打破了 破成好几块 那么同学就很紧张 就把我叫去了 我一看啊 哎呀 内心当中也是啊 非常不高兴啊 这个香炉好端端怎么会打破在地上呢 那个时候 我就说啊 你把这个香炉拿起来啊 把它用这个强力交易 连一点就放上去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想啊 我有两个选择 这件事情已经打破了 我不管做什么事都无济于事 那么我 我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让事情更好 第二个让事情更糟糕 只有这两种选择 没有其他的选择 今天我发脾气 只有让这个阴言变得更错综复杂 今天这个东西会打破 不是他打破的 我们要这样思维 比方说你打破的 那这不是他生吗 诸法不自身 一步从他生 不共不义 事故之无生 这个香炉什么时候会破 他有他的阴言 那么今天这件事情 已经是果报出现了 我今天花脾气 可能这个基势 他因为自责就住不下去 他就障碍他的善根 那我要造一个罪业 这个本来香炉打破 已经够遗憾了 又出现另外一个遗憾的事情 所以 诸位我们今天要想想看 我们今天遇到事情会发脾气 其实你发脾气 只有让事情更糟糕 你回忆你今生过去当中 所做的经验 你有哪一次事情 因为发脾气变得更好吗 我看没有 绝对没有 所以我们花脾气 对自己对众生 没有一点好处 所以 我们今天遇到事情 不如意 一定要思维 这个背后一定有他的毅力 不是谁去主宰这件事情 不是上帝 也不是他做的 也不是你做的 也不是谁做的 使阴言的力量 促使这个境界出现 那么 过去的阴言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重要的是 我现在怎么去面对这个阴言 你可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 心平气和的 随言消就业 事情过了 就算了 不要再去做 继续的错下去 或者你愿意花脾气 让事情搞得更复杂 让这个恶音 相续下去 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说是 菩萨为什么要有正式见 你光是有菩提心 有一股的冲动 要上球活到下化众生 你对生命的观察不够透彻 你就障碍重重 你的菩提心很快失掉 所以有一道是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知道 一件事情的出现 一定有它的业力 那么我们应该去面对 陈汤乃至于化解这个业力 不要再去继续造罪业 所以第一个 随言消就业 更莫造新样 那么当然这是比较消极的 一个面对 第二个呢 就是应该要 转逆言成菩提道 把它当善知思想 我会大师说 就是说呢 站在一个菩萨道的 力士练心的角度 其实我们的生命呢 酸甜苦辣都需要了 这样子你营养才会均衡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如果是一直在顺境中成长 你不可能对众生产生宽恕跟包容 而宽恕跟包容是修大悲心的基础 你对众生起大悲心 不是他处处对你 随顺你才对他起大悲心 你一定要是宽恕他的过失 让他有成长空间 所以呢 在菩萨道当中 当然你一个人逆境太多也不好了 你这个作者感太重了 你要对佛法的信心不够 你也会退失菩提心 所以我认为酸甜苦大 最好是都平均最好 一个呢 有点顺境 有点逆境 在顺境当中呢 保持我们的精进 在逆境当中呢 考验我们的忍力 看你自己过得了过不了惯 那么你能够夸得过去啊 你内心的那个忍力 又增长一分 我 我 亲近过参公书一段时间 我觉得参公书 他老人家在教导弟子 他主要是两个发明 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培养你的亨利 那么老人家在培养亨利 他强调拜佛念佛 不能拜 要他拜 不能念 要他念 都拜 从亨利当中积功累的 第二个 他要弟子们培养这个忍力 他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啊 就出一些考验 这个考验有时候是没什么道理的 那么就考验你对这个逆境的忍力 我们一个人亨利强啊 如果你没有忍力啊 你那个功德不能保存下来 所以你看那个佛陀讲六波罗蜜啊 不失实戒忍辱啊 为什么佛陀讲不失实戒要讲忍辱呢 因为忍辱就像仓库一样 譬如仓库能够珍藏这个珍宝 你不失实戒 所成就的功德 假设你没有忍力 你的功德就容易破坏 称是心中火能烧功德 所以畅公书他有一次对我们弟子开始他说啊 说一个人要成就大功德啊 一定要有忍力 忍辱以激大德 如果我们今天动不动就花脾气啊 你这个人成不了大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啊 就是一方面随人消就业跟莫照心一样 一方面呢 把这个逆境啊 当做自己菩萨道的一个考验 看你是不是能够忍得过去 那么这个当中呢 等于是第三条 称不受悔戒 我们看第四条 举世 磅乱正法界 那么前面的一条界是称心 所引申的过失 这是疑痴 疑痴啊 邪见 跟疑痴 这个磅呢 就是毁磅 这个乱呢 就是混乱 毁磅混乱 大乘的正法 因此这个 邪见跟疑痴啊 来毁磅混乱大乘正法 就正式翻到这条界 我们看戒文 若诸菩萨 棒菩萨障 爱要先说 开始建立 相识正法 疑相识法 或是信节 或随他转 事命地势他胜法 那么 这个菩萨呢 棒菩萨障 他毁棒 这个大乘 这个大乘的菩萨障 他用什么方式来毁磅呢 他内心当中 爱要 以先说的方式 或者开示的方式 或者是 以建立的方式 这个 相识正法 这个先说啊 就是一种文字的宣扬 也写出很多的东西了 或者是讲出一些话 从文字来宣说 相识正法 或者是开示 那么这个开示 就是把这个义理加以花灰 义理的花灰叫开示 那么这个建立 建立呢 就是安立宗旨 他不但是用文字宣说 义理花灰 他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就安排成一种修学的宗旨 这个建立就是安立宗旨 那么对于这个相识正法呢 将以先说开始建立 那么什么叫相识正法呢 欧益大师的解释说啊 说实非大乘正法 而相识于大乘正法 他本身不是大乘正法 但是听起来 又好像是大乘正法 也举个例子了 比如有人说啊 大乘行者以大悲心固啊 要生生世世的流转 所以大乘菩萨不断烦恼 为什么 依止烦恼来滋润生死 后面会讲到 这叫相识正法了 那么事实上呢 菩萨在三界流转是依止清静的厌溺 不是依止烦恼来招感生死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他实际上不是大乘正法 但是相识大乘正法 那么他对这个相识法 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以下说出他产生的因言 第一个 获至性结 这个人自己生起 对大乘这个相识正法的一个性结 那么自己生起性结啊 有两种情况啊 第一种人呢 就是说呢 他但休行门 不学教理 这个人他出家以后啊 一路的休息行门 当然他内心当中在行门的加持啊 会让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强大的堪忍性 那么他自己也会在自己这个强大的堪忍性当中啊 自己想出一个道理出来 那这个道理并没有经过教理的印证啊 很可能就错误了 所以说啊 但休行门不学教理啊 那么没有经过佛法的亲近的传承啊 就会产生一种相识 适世而非的正法 那么他把这个正法自己性结 乃至于叫红传 那么就 使令很多人产生的错误 第二个 不善学习以断章起义 那么他对佛法的学习并没有全面的融会贯通 只是断章起义 那么产生的误解 也可能会产生这种相识正法的理解 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自己的性结 当然这种人会产生自己的性结啊 他在家的时候啊 多数是有一点文字的基础了 应该都是一个知识分子才会有这样的理解 祸水他传 那么他自己没有产生性结是由他 就是由邪师邪友所影响 他的师长 这个邪师邪友这样子讲 他也跟着他这样讲 那么这样子呢 世民地是他胜处吧 这个地方的他指的是遗知跟邪界的 那么这条界在古德的注解讲了很多啦 事实上在历代的祖师对这个邦乱政法界啊 都非常的慎重 那么也很多的开示跟警告 那么我们把古德的开示啊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就是说呢 当然整个过世都是一直烦恼生起的 但是呢这个 他前面的贪生烦恼啊 他产生过世的时候啊 基本上他对整个佛法还是记足正见的 所以他在造罪的时候是有惭愧性的 那么第三条界 所以他所产生的过世就是说 你在造这个罪的时候是无常无愧的 因为你根本自己就起邪见了 你认为你是对的 所以呢 你这个造这个罪的时候的心力特别强 力量特别强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从时间上来观察 前面两条界的贪生烦恼是有期限的 你不管自杖毁他迁徙财法或称不受毁 他只是在某一种 禁言之下去造作 这个禁言消失了 你就不再造作 所以在时间上 他是短暂的 但是邦论政法 你对于这样的一种挟肢挟劲 加以先说开始建立啊 只要这样的挟劲在中 在世间上继续流传一天 你的过失就存在一天 所以他这个罪业的影响啊 对众生产生负面的影响啊 是长眼的 时间上是长眼的 从空间上呢 这个力量也是特别强大 无常无愧 所以在整个四条界当中啊 邦乱政法界的过失是最重的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贪嗔痴烦恼 以痴心来造罪是最重的 因为你无常无愧 第二个你的时间久远 这个佛法 我想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的善根是不同啊 有些人喜欢慈戒 有些人喜欢为事 有些人喜欢中观 但是我们都应该要知道一个观念啊 就是方便有多门 归言无恶辱 你不管从修中观的空观下手 或者你修为事观下手 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会不会到清净心的时候 是没有差别 换句话说呢 佛陀的教法 都是在对治众生的阴蔽一样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过程当中互相毁谤 这个都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么当然这条界 你最好是能够广学多文融会贯通 那么如果你不能融会贯通啊 起码你在过程当中啊 我认为一个人啊 你在没有完全融会贯通之前啊 少花表意见 少花表意见 因为每一个教法都有他的一个安利的一个宗旨 你看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啊 维士跟宗观啊 一路不合 互相毁谤 宗观说阿拉耶士啊 维士学安利阿拉耶士有自信值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维士学说宗观的学者 骗空 达尔南妈有一次在开示的时候 说啊 他讲一个笑话 他把这个笑话当做 他把那个宗观跟维士的融通啊 他一开始讲一个开场白 他说这个 有一天啊 吴卓菩萨遇到了龙树菩萨 吴卓菩萨是宗观的学者啊 吴卓菩萨就指着 龙树菩萨说你偏空 那么龙树菩萨呢 就指着这个吴卓菩萨说 你是卓有 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争吵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出现了 释迦摩尼佛说 你们两个都对 这答案阿拉耶士说的 就是说 宗观的学派 他为了要破除我们的障碍啊 执着啊 安利的空 他讲自信空 他讲说自信空 当然意思就是 自信空的意思就是 因言有 那么因为空 所以你造什么业 就出现什么果报 但文字学阿利阿拉耶士啊 他没有说阿拉耶士是有自信的 他说阿拉耶士受勋啊 我们生命当中的字体是阿拉耶 叫仗士 但是你造了一个业 阿拉耶士就把你这个业保存下来 但是阿拉耶士是变化的 你昨天的阿拉耶士 跟今天阿拉耶士不同 因为你今天多拜一部八十八婆 所以你今天的生命 跟昨天的生命已经不同 你不要说今天跟明天啊 你前一叉龙的生命 跟下一叉龙的生命就不同 所以阿拉耶士在文字学上说 是顿生顿灭 其实我们看到生命是相续 其实不是这样 这个生命阿拉耶士是顿生顿灭 一下子全部出现 一下子全部消失 所以中观的学者批判阿拉耶士是有自信的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阿拉耶士是受勋变化的 他为了要建立业果的相续 是安利跟阿拉耶士 所以我们在学教法的时候 一定要学习彼此互相尊重 良由众生根迹不一 自此如来巧说不同 各有各的传承 替免帮乱政法 好我们看丁三 料简犯下 那么前面呢 是把这个四种的 他生处法的借相 把它说过了 这一下呢 料简就是详细的说明 这个幻界的差别相貌 再把这个幻界的相貌 再把它做一个说明 那么在当中分成三颗 物一的明犯相 说明幻界的相貌 这个幻相当中分两颗 先看几一的张幻分级 那么彰显幻界的差别内容 我们看戒文 菩萨仪是他胜处法 随幻一种幻幻一切 那么菩萨在四种的 他生处法呢 只要犯到一种啊 那么他的菩萨的戒体 就失掉了 菩萨戒体失掉的意思就是说 你虽然广泛的去断恶修善 度众生啊 但是可惜的是 这样的善与已真不再 庄严无上菩提了 因为你已经不再是菩萨了 因为这个菩提性是根本法 一个树的根坏掉 你那个枝叶花果都没有意义 那你这样子的 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戒恨啊 只是一种有漏的人天福报了 所以你只要换到一条戒 就失掉了菩萨的戒体 那么何况祭族换四种 就是你只要换到一种 就失掉戒体了 不必换到 不必要全部换到四种 那么再看几二 明患过失 说明这个换到众戒的 以所隐身的过失 不复堪能以宪法中 增长射受菩萨广大菩提之良 不复堪能以宪法中 异得清净 至极名为相似菩萨 非真菩萨 那么你今天 在四种他身受法 换到一种以后 你第一个过失 你就不能够在增长射受菩萨的 广大菩提之良 当然这个所谓的菩提之良 指的是福德之良 跟智慧之良 换句话说 你这个忘失菩提心 你这个失掉的菩提心 你修诸善法 都是磨业 就是生死业 就是说 我们讲这个大秤 大秤小秤 当然这个秤 这两个秤的力量不同 这个秤只有佛法叫秤 你一贯到 基督教也修善业 但是他们没有资格叫秤 因为他没有彼岸的力量 就是基督教 一贯到他们去 去布施了 或者去做慈善事业 这样的善业能够使定在人天当中的一个安乐果报 但安乐果报消失以后就什么都没有 他那个这样的一个善业 不能够引导这个生命 从痛苦的死岸到他泄脱的彼岸 没有这个力量 那么菩萨界 他在修善的时候 之所以能够构成秤 你所有的善业 能够趋向无上菩提 是来自你的菩提心跟正式界 这是所谓的菩萨的戒体 所以你的菩提心被贪生之烦恼消灭以后 你虽然广泛的受使菩萨的戒法 但是你已经不是在射受菩萨的菩提之良 只是在创造人天的善业 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 不复堪能夷宪宪法中意乐清净 前面是就着这种潜位的之良位的菩萨说 你不能去积极福德智慧之良 那就着身位的菩萨 所谓的家行位的菩萨 特别是这个软灵忍世第一 这个世家行的菩萨 假设你犯到的适中戒法 你不能在你的现身的生命当中 得到的这种清净的意乐 这清净的意乐是指的出地菩萨 出地菩萨内心当中 有我空法空的智慧 所以他内心是清净 没有这种爱取的杂染 换句话说 四极名为相似菩萨非真菩萨 表面上你虽然行菩萨道 表面上你断恶修善度众生 但是本质上来说 你的一切的善法 已经不在随顺利无上菩提了 所以你已经不是在行菩萨道 非真菩萨 表面的菩萨不是真实的菩萨 那么这段是说明你这个患道众戒 产生的这两个严重的故事 再看悟恶 明舍不舍 说明这个舍掉戒体 跟不舍戒体的差别意义 那么在当中呢 分成三颗先看几页 标减品类 说明这个 这个仲戒的品类 菩萨若用卵中品禅 为患世种他身处罚 不舍菩萨境界利益 善品禅犯 几名为舍 那么 这个菩萨若用卵中品禅 卵当然是轻为下品的 或者中品的 是用下品或中品的烦恼来犯世种戒法 那么这样子是不舍菩萨境界利益 那必须是要善品禅犯 禅名为舍 所以这个地方是 有别仪生文戒法的 诸位在研究菩萨界要注意 这个生文戒法 他的世种戒法的犯 只要因言记足就换戒了 比如说你说杀戒 杀戒就是是人 对方是个人 人想 你做人的转想 你知道他是人 那么杀心 心方便 对方死 就换戒 他不管你是 用上品的称心 中品的称心 下品的称心 他不管 只要有称心 有禁言 记足了 就换戒 这个生文戒体就死掉 但是菩萨戒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这种 四种他胜处法 你必须是 依止上品 烦恼去换 那么这个戒体才死掉 如果是下品 中品的烦恼 那么就是不失戒体的 所以这个地方 是有所不同的 再看几二 是上品 下 这前面说明 这个四种他胜处法的 伪患有三种下贸 有下品的烦恼 中品的烦恼 跟上品的烦恼 那么这以下是解释 什么是上品烦恼的下贸呢 若诸菩萨 违患 四种 他身处法 硕硕 现行都无惭愧 深深爱要 见识功德 当之说明 上品常犯 那么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啊 所谓的上品的烦恼啊 这当中 记住两个条件 第一个 硕硕 现行都无惭愧 就说你对这个 四种他胜处法 你一次一次的照做 那么完全不修对质 就是你对这个贪嗔痴的烦恼 完全没有调伏的力量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内心当中 烦恼一活动的时候 贪烦恼活动的时候 称烦恼活动的时候 乃至于吃活动的时候 你内心当中啊 只能够心髓进转 你一点去消灭他 调伏他的力量都没有 而且你也不想这样做 就是 硕硕现行都无惭愧 第二个 深深爱要见识功德 那这个等于是 全面指的是你烦恼的出众 这个地方是产生邪戒了 那么你把这个犯戒的行为啊 你把它当作功德想 你认为你这样子照做 是能够让你得到安乐的 你把这样的 把它见识功德 而深深爱要 把这种 这个是种他生之法的造作 当作功德想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上帝的烦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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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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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这个所谓的上中下品 的关键点在于 惭愧心的有无 我一道是说你如果在造作的时候 根本时升起惭愧心 那就是下品 成立以时造作以后起惭愧心 那么这是中品 造作以后才起惭愧心 那么你不管造作 不管作后以后都没有惭愧心 那么这个就正式放到上品 我一大师是以你在整个造作过程当中 你去检查你的常规心是不是有升起 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一学师弟论的 整个菩萨帝啊 其实我一大师所说的道理 是比较合乎菩萨帝的内涵 也比较合乎这个界的意思 诸位你去看一学师弟论的菩萨总性 这个一学师弟论讲菩萨帝啊 当然这个戒品是菩萨帝开展出来的 什么叫菩萨总性呢 在一学师弟论上说 一言以蔽之啊 一个成就菩萨总性的菩萨呢 他内心当中有真上惭愧 这个是关键点 一个人 他内心当中有真上惭愧啊 那么这个真上惭愧呢 表现在他的生命当中 有两个相貌 第一个 虽造恶业 素极能毁 我们讲老实一点说 我们是一个防卫的菩萨 防卫的菩萨偶尔都会起煩恼 有时候会忘失正念 造的罪业 但是这个菩萨总性的菩萨呢 跟一般凡夫不同 虽造恶业素极能毁 他内心当中出现罪业的时候 他会发动他的常规心啊 反省自己 合则自己 合则自己的过失 然后立定试验 永不再造作 虽造恶业素极能毁 这是在因地上说 第二个 落堕恶去 中部久留 那么一个菩萨总性的菩萨呢 他在流转当中 如果他没有到净土去啊 他也可能会一时的罪到 三二道去 那么一般人到三二道去啊 他一定要把他内心的罪业 完全释放出来 他才能够从三二道跳出来 一点都不能减少 但是菩萨总性的菩萨呢 到了上二道去 他内心当中跟苦恼接触的时候 会触动他的真上惭愧 以惭愧性的缘故呢 落堕恶去 壮不久留 他很快会弹出来 当然这个菩萨总性就是指的 他内心当中有他的菩提心 跟有正知见 一个人有惭愧性一定是一直正见 他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他虽然不能抗拒 他一时的烦恼造了措施 但是他知道这是错的 这就很重要 你要知道你自己做错的 这就是很重要 所以呢 在菩萨界当中呢 他的判定善品烦恼就是 硕硕现行都无常愧 深深爱要见识功德 你 如果说你对于你所做的错事 你一直的让他错下去 完全不修对质 那这样子正是损害的菩提心 撕掉戒体 这个地方就是以惭愧心的有无啊 来安利这个上中下平 几三 明舍分歧 说明这个舍戒的差别 非诸菩萨 占一现行 他身处罚 辩舍菩萨 这一戒利益 如诸彼丘 患他身处罚 即便弃舍别些多戒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 这个菩萨不是战一现行 不是你偶尔一次出现的这种 这种四种戒的他胜处罚 你就撕掉了菩萨戒体 不是这样 你必须要硕硕现行都无常愧 才撕戒体 那么这个地方简别了 不像比丘 或者是比丘尼 只要换到四种 这四种根本仲戒 只要换一次 这个四种戒法在生文戒 只要你换一次 那么你就 气舍的别切脱戒 这个比丘 比丘尼的戒体就撕掉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菩萨戒 不供应生文戒的地方了 因为这个生文戒是以四项来安利的 你换了一次 那么这等于这个 这样的一个戒体就撕掉了 那么无作戒体就撕掉 但是这个菩萨戒是依菩提心的 就是你偶尔换一次 他不是种的烦恼 他不一定会伤害菩提心的 物三 世甘重措 落诸菩萨 由此伪患 弃者菩萨 那么菩萨在伪患这种 四种他胜处法的时候 在现世当中 是可以堪认更受 非不堪认 就是说 如果你患到的 四种他胜处法 那么表示你的菩萨戒体 戒体撕掉了 那么这样子 你还可以透过 如法的忏悔 那么还可以重受 恢复到你一个新的菩萨 如果你愿意改过 重新发愿 重新去受戒 那么这样子呢 你还是可以 重新你的菩萨道 那么不像这个 比丘的别切多戒 那么这个 比丘比丘 你的僧文戒法呢 你犯到的四种根本重戒 以宪法中不认更受 这个四种杀到 忘了戒法 你犯到以后 你在小证的戒法当中 不通忏悔 即使你用大证的取向戒 见到好像 也是灭除业果的罪 不能灭除这个赐教的罪 因为你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佛头对于比丘比丘尼的 世界是比较严格的 因为你这个比丘比丘尼 有住持正法的功能 所以你的形象非常重要 你有所谓的住持三宝 那么佛头灭戒以后呢 这个佛法恶宝代神红传 所以这个僧传的亲近 是表达这个正法的注视 所以你只要换到四种戒法 即使你取向戒 见到好像 只是灭除你业道业果的罪 灭除你善恶道的罪 但是你今生当中 永远不能恢复 比丘比丘你的本位 不可以 但是菩萨戒可以 你可以重受菩萨戒 即使你犯到四种戒法 你取向戒 亲近以后 还是可以受菩萨戒 但是僧文戒不可以 这个地方是有所差别 因为僧文戒 它必须要 保持身团亲近的床下 它有住持正法的功德 所以这个地方 它做简别 所以这菩萨戒是换到这种四种大胜处法 你可以忏悔以后再重受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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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